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谁的 问你话呢 招了 这么快啊 为了你的好戏 已经拖了一日 长公主府那边有动静了 长公主暗中处理了一个太医 据说是诊出了喜脉 怎么做到的 我记得你懂些好脉 九病成一 试懂一些 来好好我的 谁的 问你话呢 九月的 我跟你说过她是用毒的 我知道她是用毒的 若我不自己亲自试一试 怎么值得好不好用呢 这药除了假卖 还有什么别的危害 没有别的危害了 是之前九月自己试着玩 我无意在旁边听说过 胡闹 没有胡闹 婉宁未必想让我嫁给沈玉蓉 若此时传出她怀孕一试 我就有机会脱身 你看着我干什么 在婉宁面前 沈玉蓉护不了你 我可以 我知道 你是怎么给掌公主下毒的 婉宁提防我 但暂时不会提防娘娘 我想在娘娘的生辰宴上 对她下药 什么药 不是什么害人的毒药 只是让人假怀孕的药 等过了一段时间 药效会自然消失 你可真是胆大 多亏了肃国公 抓到了丽妃的把柄 我才说动了她助我 现在赐婚仪式已经解决 你的计划还要进行吗 自然要继续 我想看到 婉宁和沈玉蓉 被揭露于人前 我也想帮你抓住 成王的爪牙 沈玉蓉 不会让她这么做的 那就由不得她了 那你在我没有回来之前 切记行事要万分小心 如果有什么问题 让昭科去给我送信 或者等我回来再做决定 知道了 肃国公 我可没那么弱 你的厉害 我是知道的 你走之前 我还想跟你说一句谢谢 谢谢你带我回京城 谢谢你 你从头至尾 都没有舍弃我这颗棋子 如今我已寄进功的圆满 是我回报你的时候了 还记得 你之前碎事的时候 我对你说过的一段话吗 我祝你前路坦荡 恩仇得报 如今 我再加一句 我希望你 随心所欲地活着